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错了 没有 都找了 明府 肖某是一介莽夫 明府您大人大量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解决大事要紧 黑焰 当真已经潜入青川 萧小伟 你不是有日子没听过黑焰的名号了吗 我是有日子没听过黑焰的名号了 嗯 可是我听说过您呢 您来青川 肯定是有听大的事要发生了 眼色不让你上演了 无非意就是在此些人吗 青春 寻常是 明府 不 您不合是觉得 在下跟黑夜有什么关系吧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密府 密府 萧某祖上萧毅然 跟随长咬琴成功织节业业 安前马后 协助高祖太宗打下江山 战功赫赫 祖上清明 萧某 时刻不敢忘 你是萧毅然的后人 正是 你 先前萧某在军中 也是身居要职 只怪自己太过耿直 才被排解贬成了至此 原来如此 所以才变得好义无劳 实在是对不住 列祖列宗 密府 您来此地 定然是有大事发生的 您不说 我也不问 萧某手下 百事来好人 全带来了 就在帐範候着 如果明府需要 萧某 静听拆遣 剑警 好些了吗 好了 好的教会 若有需要 我随时找到 明白